Futurinos日本生活购物网圣荣唐集园,铸造铸铁炊饭调理锅一锅多用开锅式饭,煮饭,香菇笋丝炊饭,炖汤,韩式泡菜豆腐锅,油炸,甜甜圈食谱和开锅养锅清洁介绍。 这些年来,料理时我一直很推荐使用铸铁锅,因为既然选择了自己料理就是为了吃的美味健康,只要花一点时间熟起铸铁锅,就能使用长久又关怀家人健康,加上铸铁锅具有优异的保温特性及多用途,实在是数不清好处的好锅。 以纯粹的铸铁锅来说,个人尤其推崇日本的南部铁器,坚持传统铸发,来自岩首县手工打造,是热爱铸铁制品的人都知道一定要拥有的名物。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好锅,就是OYGEN集园铸造的铸铁锅饭条理锅。 OYGEN集园铸造是日本南部铁器知名的品牌,圣荣堂旗下的生活食用品牌,台湾目前在Future Dinos日本生活购物网上有详细解说,购买便利,若想入手一直好用万用的铸铁锅,不妨参考我这篇详细的示范, 我们一起编料理编聊锅子本身的特色。 我的集园铸造铸铁锅饭条理锅是锅子内径17厘米的大小,三合锅,可烹饪3-4人份的料理,一般家庭使用刚刚好,另外还有1-2人,2-3,5-6人份的size可选择, 加热时使用瓦斯炉或变磁炉等热源都可以,试用范围宽广 百分之百纯生铁材质打造,质地坚硬,聚热到热效果绝佳,其保温节能的特性,让食物容易煮熟,不易流失营养, 而且本身会散放天然铁质,对人体健康有益 好的生铁锅不仅材质好,使用的时间也很长,只要了解如何清洁及养锅,使用一辈子都是没有问题的 南部铁器目前在台湾选购,我很推荐Futurbinos日本生活购物网,它是由日本富士媒体集团出资经营的购物网,网站上具有丰富又详细的解说,运送也十分注重,每项产品的包装都很仔细,防护也做得很好,对于喜爱优质产品的消费者来说是很优质的一个购物网, 值得注意的是,Futurbinos日本生活购物网跟其他台湾网购业者不同我,他们是向日本厂商直接订货,保证不让消费者买到仿冒品,所以商品缺货时,需要等待一些进货时间 这支铸铁炊饭条理锅外表表美,藏有独家设计在细节里。 像是盖子本身就采用高密度自然重力的设计,烹饪时能保持内部高温,加上铸铁材质能均匀导热,让炊饭的每一粒你都达到香Q蓬松的口感,是一般锅子或电锅都无法企及的美味。 锅内具有凸起的水位刻度设计,我自己测量后,两杯米,360克,的水量必须导致这个刻度,米饭烹煮出来的口感及水分都是最棒的。 锅子底部有品牌及型号等标示,还有防滑的客人设计,处处都非常精致用心,看得出铸造之炎凉。 河内有副日文说明书和简易的料理示范如何开锅。 请不要使用清洁剂,先用热水及不伤锅具的海绵或软毛刷,彻底冲洗后,再放在炉具上以小火加热,锅内倒适量油让油均匀分布锅内,这时可准备一些剩余菜渣,稍微翻炒后倒出菜渣,再以清水和海绵或软毛刷,仔细清洗。 小火前烧至水气消除即可开始料理,图解画面可连结我参考,这只锅除了炊饭外,炖物炖汤也很棒,且作为油炸锅等都非常方便,接下来我们直接操作来看看效果吧,香菇笋丝炊饭四人份材料,米,两杯,360克,前香菇,六朵浸水泡软后切片竹笋, 300克切丝红萝卜,半根切丝肉丝,100克,用一大匙酱油,一大匙酒先腌30分钟,芹菜,二根切碎鸡高汤或水,已有四分之三杯,315毫升,酱油,二大匙米酒,二大匙盐,一小匙糖,一小匙白胡椒粉,二分之一小匙做法, 步骤一 白米洗净,放入铸铁炊饭调理锅内泡水静置30分钟,这时间可准备其他食材并腌肉丝 步骤二 在锅内先加入酱油,酒,糖,盐,白胡椒粉与白米搅拌均匀,接住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帮忙的时间,将其余食材,除了芹菜外,平铺摆放在米上 步骤三,将铸铁炊饭调理锅盖上锅盖,放上瓦斯炉,中火加热至油水蒸汽及冒泡情形出现 步骤四 把筷子插入锅盖与锅身间留一小空隙,转小火,加热10分钟 待水蒸汽消失,关火,移掉筷子,覆盖继续焖8分钟 步骤五 焖好的炊饭一开盖就四串香气,趁热撒入芹菜碎,与米饭和食材拌匀后就可以盛碗香油螺 这道炊饭很适合平时不想煮满桌料理时准备,既能绣纹饱满丰沛的食物香气又能细尝吸满食材精华的香Q蜜饭,会让人忍不住一碗接一碗窝 这天派妞一个晚餐就吃了满满两碗,只喊妈咪煮的饭饭实在太好吃了,让我整个晚上心情都超飞扬,呵呵 食用极圆铸造铸铁炊饭调理锅煮饭,炊饭都能让平时的米饭变得更饱水蓬软,香Q水嫩,是日常煮饭的极佳选择 韩式泡菜豆腐过四人份 材料,猪五花肉片 150克隔离 100克洗净备用金针菇 1 2包洗净备用洋葱 1 2颗切丝嫩豆腐 1盒切块葱 1根切碎韩式泡菜 1碗,含1 3碗的汁,姜末 1大匙蒜末 1大匙酱油 1大匙韩式辣酱 1大匙清水 适量麻油 1大匙蛋 1颗如果家里没有瓦斯炉 只有电磁炉或黑金炉 铸铁炊饭调理锅都可以使用窝 这道锅物窝就是使用黑金炉烹煮做示范 做法,步骤一 先将铸铁炊饭调理锅放在炉上 锅内倒入麻油 以中火加热后放入蒜即将末炒香 接住放入肉片煎炒至变色 步骤二 倒入隔壁翻炒约一分钟后 接住加入泡菜翻炒均匀 步骤三 接住加进洋葱 金针菇 酱油 韩国辣酱一起拌匀 步骤四 注入清水至锅内九分满 步骤五 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 焖煮至滚 打开锅盖 放入豆腐即打入一颗生蛋 盖上盖子再焖五分钟 要吃之前撒上葱花 就可以剩入碗内食用锅 香辣诱人的韩式泡菜豆腐锅 在家里轻松煮就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冬天时放在桌上以电磁炉或小宝丝炉加热 随时都能吃到暖乎乎的汤头 真是过瘾 这倒其实也是美味的懒人菜 一锅充满肉 海鲜 蔬菜和蛋 只要炖煮一锅搭配白饭食用就是满足的一餐窝 食用集圆铸造铸铁炊饭调理锅这样的铸铁锅炖煮 速度不仅加快也会更容易入味 保温效果更是没话说 是非常适合炖煮的好锅 除了炊饭 炖汤 铸铁炊饭调理锅也能当成油炸锅使用窝 聚热到热效果好 能保持温度锅子又深 油炸食物既稳定又不会四处喷溅 炸煮十分理想 油炸甜甜圈四人份 材料 高筋面粉 50克低筋面粉 100克素发酵母粉 3克砂糖 30克盐 2克蛋黄 1个牛奶 90毫升无盐奶油 10克糖粉 适量油 适量 做法 步骤一 先将奶油 蛋黄 牛奶 于室温下摆放15分钟 接住在一盆内加入面粉 糖 盐 蛋黄 牛奶 速发酵母 静置一分钟后拌匀 接住加入奶油拌成照片中的面团 步骤二 在盆上覆盖保鲜膜 于室温发酵一个半小时 步骤三 在极圆铸造铸铁炒饭条里锅内倒入锅深四分之一量的油 加热至油温约120至130度C 步骤四 将面团以汤匙舀出 总共用两只汤匙整形后再放入锅内油炸 步骤五 油炸中途翻面 总共炸约5分钟再起锅力油 起锅后趁热撒上糖粉 这种简易的油炸甜甜圈方法 尝起来的口感有点类似蛋糕甜甜圈 口感比较扎实 也可一次准备大量慢慢油炸 无论热烫或冷却都好吃 甜甜香香的 非常可口 可作为点心分给亲朋好友一同品尝 机缘铸造铸铁炊饭调理锅在油炸方面的表现很优异 偶尔需要油炸食物时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我觉得超方便的 使用过后如何清洁 两锅 1.先用温热水将整个锅子冲洗一至两回 再用不伤锅子的海绵或锅刷将锅内油污慢慢刷掉 然后再冲洗数回 2.将锅子擦前或烤前 彻底浅了之后可在锅内涂少许食用油 收放于前造处 3.如果锅子煮食过较油腻的食物或产生焦构 也可以在注入热水后加入食用小苏打粉 浸泡半个小时至一小时后再进行以上步骤清洗 洗后别忘了一定要彻底前造后才能收放于柜内 以避免生锈 1.先用温热水 1.先用温热水 1.先用温热水